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字根是IT 那这个字根IT 它的意思是走的意思 go 最好记得一个记忆救星就是什么 exit 出口 我们知道 EX 是什么 向外 向外走就是你出口 所以你有出口标志的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门这边你可以走到外面去 这个字是不是很特别 就是说它这么简单 然后它就只有四个字母 它里面居然有一个字手字根 就是一个学字手字根很重要的一个字 我们从这个字以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背起来说 ok 那IT 就有走的意思往外走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延伸 去把其他这些字背起来 比如说 itinerary 这是旅程表 那这个字对很多人来讲可能觉得很难背 那可是它其实就是什么 后面你都不用管它 你就看到前面IT itinerary就是什么 旅程表就是你全部你要走过的地方 比如说你今天先到英国再到法国 再到俄罗斯再去日本 然后再回到台湾 这样走一圈 那你所有你旅程表上面写住的 是不是就你全部要走过的地方 那transit 那我知道什么 transit是across across go 就是说你transit 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 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就是什么 交通预告 它可以什么 横跃就是说 跃就是有穿过的意思 那cross go 就是穿过去 就是你要用走的 这边circle 这个有关就是说一个圆 或说around 就一圈 所以around go 电路 那电路 知道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 所以就是说 它一定要连成一圈 这个电流才可以流通 那你如果中间断路 那你就没有办法流通 所以电路最重要就是什么 你要连成一圈 所以绕一圈绕就是走 initi in是开始的意思 就是往里面 in是什么 开始往里面走 比如说 你要去开始执行一个任务 那你开始动 比如说要去森林里面打电 你开始往里面走 就是开始开启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 你学自走自根 是不是很好玩 就是it 这小小一个字 它里面居然有一个字跟的意思 那你会了以后 你从这个 记忆救星这简单的字开始 那你剩下 是不是都全部可以把它一起接上 接在一起 让这些字都更好 那我们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